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敬淳 唉唷 大家喔 要比較保重 人生就怕一個萬一這樣 尤其是我們演藝圈的朋友 我憑良心講 我的心情我經不起在聽到任何 很不幸或不開心的這些消息了 我希望大家都很平安 很健康 這謝謝大家學 尤其是篤霖哥 你一定要保重 最近轉得過來嗎 你是怎麼是要講到我 因為你有退化 我有感覺到 對 來 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這位老婆 銀鵬式藝人 如果沒有這位老婆 這位朋友可能就那個了 那個 這位很辛苦 真的 我們歡迎這位真的是 嫌妻良母 陳平 耶 來…接下來歡迎這位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許勝梅小姐 耶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帥哥江忠國 江忠賢 帥哥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來 歡迎我們命令老師 歐彌陀佛 來歡迎維維安老師 老師好 接下來歡迎黃優甫老師 你好 好 接下來歡迎艾菲爾老師 大家好 真的 我們前一陣子這個新聞 我們的好朋友薛志正 那薛志正 薛哥真的 真的 還好薛哥有這個老婆成敵 真的 不然這一次你看 欸 喜安啊 感冒會引起肺炎 然後還 嘻哩糊塗還變成什麼 嚴重還病危 對 我剛剛看到新聞那個插管的那畫面 然後他坦在單架上這樣推 我這快嚇壞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當初 他16號才咳嗽而已 10月16號的時候咳嗽 然後呢咳了一天 他以為沒什麼事 17號呢 晚上的時候 大概到18號凌晨吧 就有點發燒了 發燒我說那你要去看醫生 掛個急診 因為你18號早上等於6點鐘 還要出班嘛去拍戲 我說那你要是那個H1N1怎麼辦 劇組這麼多的人 你不可以傳染給別人啊 你都有提醒他 對啊 他都一直說沒關係 但是 18號的凌晨的時候 我有帶他去急診 掛了 要很快速的做一下篩檢 那出來是陰性的 那最起碼陰性就安心了 你去拍戲你不會 整個全部會傳染給其他的朋友 那完了之後醫生說 那我就給你開藥 退燒的藥 然後一些咳嗽的藥 你就回家吃 所以說他拍戲完之後 又下了高雄做活動 然後這三天呢把藥吃完了 吃完就沒有藥了 沒藥之後我說那你還在咳 那這中途當中你還在發燒 我說那你就趕快 回到門診去看好了 他說不行 我真的爬不起來 全身筋骨痠痛 他說你讓我現在起床 就 怎麼講 他說他那個人 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我說老闆怎麼辦 我背你我背不動 叫救護車 他救護車太誇張了 我說那只能靠你自己啦 所以到了 21號 真的很高 沒辦法 21號的時候到晚上 然後他實在受不了 我說你現在給我去看急診 因為晚上沒有門診可以看了 然後你的藥都吃完了 我說那不管如何 想盡辦法 你就是給我換起衣服去看急診 到了急診之後呢 醫生說奇怪你不才剛來嗎 18號來看過 你怎麼21號又來了 他說發燒還是沒有退 然後醫生說 那我再幫你再做一次篩檢 看是不是H1N1 因為有時候他怕那個 出來的 對準度不是那麼的準確 所以又再做了一次 然後呢照了X光 然後抽了血 然後等報告 等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告訴你 你不是H1N1 確定第二次也不是H1N1 然後呢但是你的 變血跟X光出來之後呢 你已經轉發成肺炎了 所以你就要住院了 所以我們一般知道 都是很老的老人家 可能身體不好 或者是本來就體肉多病的 才會這樣子轉換 他那麼壯怎麼也會這樣呢 就是他的免疫系統 已經是比較低了嘛 太累了 那你太累 然後你的免疫系統 又不是那麼好 再加上你這樣子 南北這樣子跑的話 你身體上可能沒辦法 去負荷的時候 你吃的藥其實是沒有什麼效的 因為基本上急診室給的藥 其實他的藥其實是 就很普通一般大中藥 但是吃不死啊吃不好啊 對對對 就是沒有辦法去治到那個根就對了 那所以說呢 醫生就說 那你轉發成肺炎 那你就是要去住院了 那我說啊 晚上凌晨12點的時候要住院 好吧就趕快幫他辦這些住院手續 住了醫院之後呢 因為他傳染給我們家的保母 傳染給我們家的小孩 所以呢我小孩呢也在發燒 所以我就一個人要忙他們三個人 那我說怎麼辦 我說那就保母 你感冒嘛 你差不多也快好 你去醫院照顧先生 那我在家照顧小孩 因為我最喜歡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小孩子是由我一個健康來照顧 所以那我就兩邊跑 然後呢 結果這三天住院下來之後呢 他說醫生他們都有從 第二道抗生素直接給他 就是因為覺得肺炎的情況 嗯不是那麼的輕微 所以第一道抗生素沒有給他 直接先第二道 醫生都會 嗯這個沒有那麼的輕微 啊沒有那麼的輕微 到底是嚴重還是什麼 都沒有啊 他們講話其實是很兩端的 對 然後第二道給他沒有用 然後直接就跳到第四道 啊 第四道抗生素 然後等到他們覺得不太最近 已經第三天了就是二十四號 我們二十一號住院 二十四號 早上七點鐘 就是說奇怪 這兩天觀察他都沒有好轉 嗯 所以說二十四號早上 又帶他去做了X光 跟抽血說的那個檢查 那X光出來是 哇 哇 蔓延到好大一片 哇 整個肺 整個肺是像白茵茵的一片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的人體 其實你看器官是有兩塊這樣肺 對不對 他是左邊的這個肺啊 好已經是整個全部是霧掉 看不到肺的形狀 然後右邊的肺呢 就是只剩下上半段 下半段也是茵茵的了 已經剩這樣子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這麼的快速 然後他就說 我在家裡面 他說你可能要馬上幫他辦轉院 我說 趕到醫院去了 我說那現在什麼情形 他說那要辦轉院啊 我說轉到台大或是榮總啊 就是醫療設備比較好的 要去大型的教學醫院 因為他說他現在已經 有點引發成是什麼呼吸性衰竭 然後有點敗血症 我說那你們這兩三天的醫院在幹嘛 給他吃什麼藥 為什麼會這樣子 沒有辦法抑制住 然後讓他擴散出去 那如果你們要當開始 這一兩天 沒辦法去抑制他的這個病情的時候 你就應該建議家屬馬上幫他辦轉院的動作 那就後來 後來轉院的時候 你們從更新要轉到馬街 馬街 結果後來是怎樣 後來到了馬街 一照X光片 為什麼肺裡面會 會出現一副假牙 是不是 肺裡面有假牙 沒有 因為 其實現在小薛人還在家糊病房 他現在人還在家糊病房 還沒有轉到普通病房 所以針對這一點的事件呢 其實我現在目前還是有所保留 因為 我還沒有辦法去跟醫院 就是正面的去談這個部分的細節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 是人為舒適呢 還是醫療舒適呢 還是我們家族這邊有責任 沒有告知醫生呢 這個我們要去當面釐清 但是呢 重點是在於說 他小薛人 是從頭到尾神智清楚的 如果說你今天一個人 要必須做緊急插管的時候 他一定成休克狀態 或者是說這個人 他已經有病危了 沒有辦法了 情況之下 意識昏迷了 必須要做緊急插管 那你才有可能造成 這方面的疏失嘛 意思是什麼 插管的時候不小心把腳 來不及再做一些 對 就是說可能在當下 你來不及再去問他什麼 你口腔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身上有沒有什麼戒指 等你先來不及問這些東西的話 你才有可能會有這方面疏失 那我是有這方面的質疑就是說 他是意思清楚的 然後呢 我到家護病房 我還跟醫生 護士小姐在做這個方面的協調 然後問病情 我有兩個小時時間耶 我還問他說那插管進去會怎麼樣 他說就像珍珠奶茶管子這麼粗 然後裡面到了肺這個地方 他打到這邊來 就會有一個像水球的東西 會把它固定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癢會攻到這邊來 讓他的肺呼吸不會那麼的吃力 我說OK 我說那過程當中需要什麼 他需要點鎮定劑 因為他的意思太清楚了 所以他會不舒服 要鎮定劑 可能會適當的 局部的給他點麻藥 我說好 那你既然這樣講 就代表他的人不是神之不清嘛 也不是昏迷嘛 完了之後他說 那你要進去跟薛先生商量一下 所以我就到了病房裡面去 就跟他討論這個東西 就是說不舒服喔 那你要忍耐怎麼辦 因為兩邊的醫生都建議 你在轉越的過程當中 運在救護車上面 大概要30分到40分的車程 怕萬一有任何的一個危險 救護車上面沒有這樣的醫療設備 去跟你做緊急的那個 急救 對急救 那他們兩邊的醫生都建議說 你最好是插著管子 到了馬街會比較安全 因為可能醫院他們也會擔心這方面的風險嘛 對啊 後來呢他就一直想 那好吧 那是哪邊插的管 更新 更新做的這個插管的動作 那 小學說好啊 他就說怎麼辦 聽醫生的 專業嘛 我聽醫生 他就OK 我就在外面等了快一個多一個半小時 然後小姐我就問他說 怎麼那麼久 他說沒有因為他的意識還是很清楚啊 什麼打了一點鎮定劑 一樣沒有昏過去嘛 所以那管子不好插 就這樣來來回插了很多次了 那所以說在插管的時候 有沒有醫生去插 插管做這個動作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在裡面 那我只知道有三個護理人員 就是護理小姐 那 這管子到底是誰插的 我也不清楚 那所以但是 一插完之後出來 我就覺得他已經是 不太舒服了 就是有點要被約束的感覺 就是手腳可能需要 綁在那個單架上面 那你說不定在那個插的時候 你說插不進去 插 插吐 對 所以說呢 那在更新的最後一張X光片 我看完 他的肺部就是白色的霧狀 就是有細菌感染 但是轉到馬傑之後呢 馬傑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先幫你 再重新做一次 他有他的責任啊 對 馬傑因為有他們的一個流程在走 你不能說更新你給我的 你們他的病例 我就找你更新去做 不可能的 馬傑開始幫他照X光 幫他做電腦斷層掃描 抽血什麼 我們反正該做全部都做了 那時候大概已經轉院完 是下午3點 3點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就開始等啊 因為要開始安排 所有的馬傑的家戶病房 我們在那邊等 大概晚上8點 醫生就說 薛太太 因為我們下午照完那張X光片 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薛先生的左胸有一個異物 那時候問金要回家 我說異物 我說怎麼會有異物 我說我看了X光片 是沒有異物的 什麼叫做異物 我不懂 那他說你要不要到醫院來 當面講比較清楚 在這過程當中 我就想異物 他是幹嘛了嗎 做什麼壞事嗎 也沒有啊 你知道 你就去聯想很清楚 這四手關頭 還不相信是你的先生